一念离真皆为妄想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您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之前有报道这样一个故事 女子唐靖和情人高飞发生性关系后 在自己的出租屋内突发脑浴血猝死 高飞发现后报警又打了120 但已经无力回天 而唐靖的儿子将高飞告上法院索赔65万余元 2021年4月 这起案件的最终结果被法院公示 高飞无需赔偿 经过是这样的 50多岁的高飞家住贵州利波县 她和47岁女子唐靖是情人关系 唐靖曾经向高飞借过钱 6月8日凌晨 高飞开车去唐靖的单位找唐靖还钱示意 在唐靖下班后 双方一起开车到某工厂附近 凌晨40左右 双方从工厂附近出来后 一起到唐靖居住的出租屋内 期间双方在出租屋的地面上发生性关系 高飞于早上6时左右离开 早上10时左右 高飞再次返回 从窗户看见唐靖躺在地上 于是找开锁的前来开门 待门锁打开后 他发现唐靖昏迷不醒 于是打了110、120 但在医生赶到现场时 唐靖已经没有生命提征 警方委托鉴定后发现 死者唐靖患有脑血管周样硬化 狭窄、增厚导致血管脆性增高 在情绪激动、劳累、头部轻微外伤等诱因的作用下 导致颅内血管破裂、激发脑水肿、颅内高压 导致中枢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死亡 鉴于此事,大家议论纷纷 上了年纪的人该不该有性生活 要如何过性生活 而几千年前,孔子曰 实色性也 性是每个人的最初原始欲望 而这一种欲望会伴随着人的一生 不过,有很多人固有的印象就是 老人没有性生活 步入老年生活 平时不就是照顾孙子、种花养鸡吗? 哪有时间有精力对性有需求 事实上,老人对性的需求经常被忽略 越来越多老人需要性生活 随着年龄增大 人的性欲会一步步下降 即使是逞降低的趋势 但老人依然对性生活是有渴望的 性学家金赛表示 94%的男性和84%的女性 过了60岁仍有性行为 性学博士斯蒂芬尼·桑德斯的调查显示 50至80岁的人中超过一半渴望性生活 而且,根据我国性学家潘随明的研究 相比于15年多以前的老人 现今的老人对性生活的需求增加了将近一半 老人有性生活是正常 不过,也有些人在潜意识里认为 老人的这种性欲是令人蒙羞的 并对他们一顿嘲讽 诸如,为老不尊,老流氓 和陌生人说话这个节目中 在北京昌仆河公园的老人相亲角 一位62岁的胡大爷直言不讳 性是人类的基本欲望 许多失去老伴的老人 依然希望来一段西洋恋 除了享有一个人相伴中老之外 肯定还有他们的感情寄托以及性需求 可见,老人依旧是抱有性欲的群体 虽然他们的身体无法像年轻时那样富有激情 但是,这些需求都应得到正视 更何况,每一个人总有老去的那一天 有和谐性生活的老人活得更健康 不要以为年龄大了 就怕性生活会消耗过多的精力体力 完全不考虑适当的性生活 事实上,老人过规律和谐的性生活 对身心的好处意想不到 第一,可以有效提高记忆力 减缓大脑衰老 有瑞典研究者 曾对性生活积极的老年人 与独居的老人进行比较 结果发现,前者精力更旺盛 记忆力也更强 而终止性生活 导致老人记忆力和智力明显下降 同时,长寿老人的性活动 与生殖能力较强 即性活动与身心活跃程度成正比 也就是说,适当的性生活 可以使老人的大脑变得活跃 提高记忆力,减缓脑部衰老 第二,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 进行性生活时 需要消耗热量 加快全身的血液循环 此外,还会刺激下丘脑 分泌更多的激素肥胎 促进新陈代谢 第三,改善睡眠质量 老年人的睡眠质量 随着年龄会下降 而适当的性生活 对改善睡眠质量 有一定的帮助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专家 罗杰·埃克奇博士表示 人更易进入延长和深睡阶段 这是因为性兴奋和性高潮 有助于大脑释放更多的催产素 降低应激激素皮质醇水平 第四,预防妇科病前列腺炎 适当的性生活 会减少老年性阴道炎的发生 降低阴道干涩的几率 美国西北大学妇科医生 劳伦·斯泰彻博士表示 绝经后正常的性生活 令女性看起来更年轻 此外,适当的性生活 可避免前列腺炎的困扰 让前列腺处于兴奋状态 减少患前列腺炎的几率 第五,使感情更亲密 性生活是维系夫妻亲密关系的纽带之一 还可以增加老人愉悦的心情 增强幸福感 芝加哥大学全美民意调查中心 对年龄在58至85岁之间的500对夫妻 进行研究发现 性生活活跃的夫妻 婚姻满意度更高 老人进行性生活时 牢记这五点 一,最好选择早上进行性生活 老人的体力经历比较差 晚上进行性生活 可能会出现体力不足疲惫的情况 而经过休息后 老人在早上的精神身体状况比较好 是进行性生活的理想时间 当然,具体的时间可根据个人情况决定 二,量力而行 要多休息 如果在进行性生活时 出现身体不适 应立即停下来休息 避免引起健康问题 另外,性生活的时间 在10分钟左右即可 三,适可而止 避免纵欲过度 老人要避免纵欲过度 以免身体受伤 过于频繁的性生活 会引起腰酸背痛 一个月两次左右也足够了 具体看个人情况 四,患有基础疾病者要注意 患有高血压 心梗脑促中等慢性病的老人 尽量不进行性生活 以免过度兴奋 心跳加速 血压升高而发生意外 加重病情 可尝试抚摸的方式 来解决性生活的问题 五,保证性生活的环境 干净卫生 一旦床上的被褥枕头不干净 很容易会滋生细菌 而老人的免疫力 抵抗力差 很容易感染疾病 所以,进行性生活前 记得换洗干净的床上用品 衣服等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夫胜必有衰 何会有别离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 请在视频下方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您的建议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和分享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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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